這個日式宿舍群 然後成立於大概1930年左右 趙和年間 然後他當時是那個 山林客室管理所有山林的那部分 那後來就是 所以距今大概80多年的歷史 那後來國民政府接收之後 是由對等的單位 就是領務局所接收 那這一台的話 我們現在保存下來的話 往這邊走 我們這邊的話 這是我們的那個 空間的介紹 這是日式宿舍的介紹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留下來就是有 看一下這邊 這是我們 能夠有五棟辦的 日式房子保存下來 以前其實我們 周遭全部都是 像這樣的日式建築 他這就是宿舍 然後那個領務局員工人工宿舍 他目前這邊有 這一棟 這一棟跟這棟 三棟辦是 歷史建物 這一棟跟這一棟是 古蹟 那古蹟的原因 這邊有一棵 最特別的樹 叫做台灣油山 所以我們協會 叫台灣油山社區發展協會 這棟的名字就是 由這邊 這一棵樹 命名由來 我們2004年的時候 那我們這邊因為有老樹 有很多生態 那因為房子在這邊 有大概八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這邊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老樹 不同時期所種的樹 那有 不知道就是台灣油山後面 這個後面 我可以問一下 我進來的這棟是 這裡面的哪一棟 這棟 這間 這是景安公園 這個角落這間 三十六號 接下來呢 二段2003項 三十六號 就是這間 漢棟有沒有看到 這是雙拼雙玄關 看這間 這是雙拼雙玄關 因為日治時代 日本人他們的官員 他們有階級之分 所以他們租的房子 也有階級之分 所以依照台灣總督府 官設建築標準的話 有分高等官設 判任官設 有分一二三四總 跟甲乙丙丁總 那我們這個房子是屬於 判任官丙總 的那個 宿舍 對 是判任比較高 還是高等的比較高 高等比較高 我們講 一等官設 官設一等的話 就是台灣總統府 就是總統府就對了 那種是一等的 那像有些像二等的話 像李國鼎部居 那就是二等 那我們是屬於 判任官 簡單講就是 公務人員 就是這個 是屬於 住民 人民住的一個房子 住室就對了 所以它並不是那種 高等官員的宿舍 所以等於其實是 跟我們一般人 比較更貼近 它是這種雙拼雙拳官的機構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房子 單動的絕對是 高官比較大 連動越多的 官越小 這是我們簡單的那個宿舍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 我們後面還有 這是我們台灣有三個 這個特色 這個是日本人來台灣之後 他們在建設這個房子的時候 本來是用原本日本他們蓋房子的技術過來台灣 甚至連木頭都是從日本運過來的 但是第一批那一個房子來 全部都壞掉 不到十年就壞掉了 所以後來他們整個就改良 包含那個木頭的方 那個都是在地的 木頭 然後建築的方式 都根據地形的關係 根據那個台灣氣候的關係去做修正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 台高基座比一般日本還要高 所以我們這邊有台高六四公分左右 甚至到李柏鼎的故居那邊的 台高 那邊濕氣很重 所以人都可以直接可以進去 好 包含就是房屬的 就是 包含有雨淋板 還有日曬 東風 三強這些結構部分 就是讓整個日式的房子 是屬於 適合台灣的 在地化 在地化 而且冬暖夏涼 你看你在進來外面 溫度很高對不對 裡面很舒服 那冬天到了 外面很冷 裡面很溫暖 因為它有它的結構設計 這個不只是日本的建築技術 是從 六千多年日本 從唐朝的時候 所沿用 然後到日本的結合出來的技術 所以這個建築技術 至少六千年以上 這個房子八十多年的歷史 謝謝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地址 因為以前移民就是 可是我們這個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得一個 我們去年有一個走毒大安文化節 那今年 走毒大安文化節 正在進行當中 是啊 所以我們像明天 就一個司大跟台大的 那個走毒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目前的位置 在這個框框裡面 所以這一條是和平東路 那這一條是西日山南路 以這兩條線為一個實際下 這個範圍裡面大概有四個 武器跟建築跟各式各樣 可能很多已經不見了 但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 主義式的方式 然後帶大家去走 看 而且可以聽到導覽 深度很大 也許很多 像譬如說 我們附近有一個 無視故居 它已經不見了 無視故居 它其實是遺址 它已經這樣被人蓋打了 然後 對面有那個 對面有那個 梁石秋故居 現在還在 但是比較 沒有機會參觀 那就讓大家可以 有一個 完整的一個主題 那你喜歡 自己尋找的話 也可以網路上去找 我們也有這個地圖 那 這是我們 遊山網站 遊山網站就可以找到 就是不能隨便那個 在 這邊就是 小心 不好意思 我在錄影 那這邊的話 你會看一下 我們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的話 這個是 我們的 這個是原廁 日本很多 開口告 日據 我相信都是在這裡 這叫圓側 什麼叫圓側 什麼叫圓側 這條 就是兩個房間之間 有一個 這條 這條 這條就叫圓側 那這個地方就是 陪對外面 這支房子 它其實有前庭跟後院 那這地方 原本 都是 空的 就是庭園就對了 但因為後來 國民政府 接受的時候 它的房子 是不夠住的 所以後來 外面房子都往外面加 這兩顆是鄉村 它大概有六十幾年的歷史 你看看 鄉村不是可以吃的 那種東西 哪有這麼高的 對 就是它在這邊 它被保存下來的 然後 這當初是為了 也是要 因為要排練家鄉的 口味 所以它把它種了 然後 後來它 可能大概是 過了時間之後 就沒有管它 就自己成長出去 我們外面還有 小顆的鄉村 可以摘下來 真的可以吃的 對啊 就是它的小孩 應該在外面 很難得 看到那麼大顆的鄉村 從來沒看過這麼大的 沒有十幾年的鄉村樹 那樣摘它的葉子 都很難啊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沒有摘 就是外面有一顆小顆的 還有一顆小顆的 為什麼它葉子那麼少呢 這個時候它剛好輪替 它剛好掉了 它沒有每一個季節 都有它的時間序 它前一天還開花 開花完之後就卸掉 然後之後再長葉子 它已經長出來有沒有 葉子 對對對 看到 它又再一個循環 鄉村會開花 對 很少有看到 但是它不是很明顯 不像旁邊的那個 那個阿伯那麼 黃色那麼鮮豔 但是它會開花的 喔 這有它開花的照片嗎 目前還沒有 有啦 但是我可能要找一下 謝謝 對 那我們外面還有很多老樹 就是有很多 像這邊有很多 喔 這個這個是 就是我們附近最老的樹 就是有 葡樹啊 張樹啊 代益羅岸松 風香 葡萊 剛剛提到這個鄉村 還有大葉安 亞利安 那椰子樹 這一棵 亞利山椰子樹 大概有八成都高有吧 先把它非常高 好